小说版《如果可以这样爱》结局大揭秘 白考儿邂逅丈夫耿墨池将何去何从奇数里成全了吗? 大家小编一起看看,告诉你们吧! 近日,由刘诗诗、佟大为、宝建峰、杨凯涵主演的《灭恋纯爱》电视剧 《如果可以这样爱》将杀青收尾 主讲丈夫和情人突然殉情自杀 葬礼上,白考儿、刘诗诗诗 邂逅情人的丈夫耿墨池、佟大为是 四目相对 刹那间的火花点燃复仇的烈焰 他们带着玉石聚焚的决心 欲将背叛的伤害失于对方 却不想最后会是如此石骨的爱情 在彼此心底生根 人生的规则残酷而无奈 到他们想真心拥有彼此时 老天已不给他们机会 这时一个翻手为名覆手为语的男人奇数里出现了 面对两个深爱着他的男人 他该何去何从 命运的结束 生与死的格斗 赶天动地 最后谁成全了谁的碧海蓝天 谁又延续了谁蓬勃的心跳 其实已经不重要 关于小说版如果可以这样爱的结局 白考儿会在耿墨池和奇数里之间选择谁 小说似乎套用了电影成为简奥私听的结局模式 耿墨池心脏病发作为了不连累 白考儿悄然离开 白考儿历经千辛 却终于在公园里找到了坐在轮椅上的耿墨池 两人恍如隔世四目相对 仿佛初见的样子